高雄的凯旋夜市开幕了 这号称是全国最大 占地有9000多平的夜市 而为了要跟隔壁的金转夜市来互别苗头 凯旋夜市是引进了少见的旋转寿司 而更邀请民店来进驻 而且还规划了接驳专车 这开幕的第一天吸引了很多民众 号称全台最大高雄凯旋夜市开幕 为了抢生意摊上嚼劲脑汁 连旋转寿司也来盖一脚 好像在野餐那种感觉 转盘上新鲜生鱼片握寿司 很难想象这是在逛夜市 来来来再看看其他美食 五颜六色眼花缭乱的现真烧卖 满满的三星葱花就要满出来 下锅油炸再切开来葱香味诱人 新鲜的在这里全部的新鲜肉在这边 其境特产献烤鹅鱼从海边搬过来 让游客尝鲜 而未来高雄小知名店也要进驻 再来看看直路牌是高雄路名 一星二胜三多道十全 充满在地风情 更别提钓鱼打蛋猪等 小朋友最爱的游戏台都是最新机种 还有连专卖保养面膜的店家 看准夜市会成为路客新景点 先来站位试水温 是占地九千零七十三坪 一千个摊位的凯旋夜市和金钻夜市 就只有一墙之隔 烟销尾十足也正式宣布 高雄夜市人生系码正式上演 这位古轩柔话北城新人高雄报道 刚看到这新开幕的夜市 真的是很热闹 不过第一晚就发生了跳电的意外 而且还跳电了三次 有游客还得拿手机来当手电筒吃东西 直说是有点扫兴 加上人潮太多交通大打劫 甚至这里的垃圾是堆得跟人一样高 游客跟摊贩一阵惊呼 新开幕的夜市怎么突然大跳电 灯泡不亮 冰箱没电 占地九千坪的夜市一片漆黑 游客摸黑逛夜市 这一家人妈妈带女儿吃东西 把手机当手电筒照明 继续吃 自己拿手电筒哦 来讲啊 摊贩们更是一时间有点手忙脚乱 现烤肉串的摊贩 要睁大眼睛东西才不会烤焦 现在完全没电耶 怎么弄 我去照烤 没有办法 卖冰的最怕停电了 会担心说等一下冰都全部融入地了 有一点 本来只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十分钟后就恢复宫店 没想到不久后又接连跳电 一个晚上跳电了三次 惊呼声 此起彼落 新夜市电力设备经不起考验 拥挤人潮更让凯旋路附近交通大打劫 马路被行人占据 就连一旁旧铁轨都被乱停放机车 更糟糕的是 沿路垃圾堆的有一个人高 卫生堪率 号称全台最大夜市 第一晚开幕吐锤连连 游客希望能赶快改善 免得逛夜市还要怕停电 切盘解容 浩北陈信仁 高雄报道